大家好,今天繼續跟大家開封這個71Tiny微影的產品 今天會開第三盒的產品就是這個丹那珍寶巴士 就是這個中巴的司機訓練車 非常臭巧的就是我昨天看一套80年代的電影的時候 就見到一個中巴的站牌 就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我稍後可能再開給大家看看那個電影的片段 因為我今天主要想開封這個 所以就沒有預備到那個片段 之後會再跟大家拍攝 現在開了個幕才看盒子 因為反光了 對,這個是磁石貼來的 這個是寫司機訓練車 是中巴的丹那珍寶巴士 應該是六七十年代的產品 好像是1960至1972 那個如果是單拿出的珍寶巴士 那呢,就附送這個合金磁石貼 這個站牌是磁石貼來的 這個Driver Training Bus 這個字體也用了一些舊式的字體去印刷 後面就是C&B 中華汽車一間公司 對,其他有些宣傳太陽的東西 下面就是警告的字句 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,現在開封 好,現在開封 哇,這個好像很緊 就是這樣啊 弄兩樣的感覺 對了 對了 你看看,是真的一個磁石貼來的 挺漂亮的 很有重量 巴士 什麼 巴士 停車 那個是什麼字 停車柱 對,巴士停車柱 太舊式的字體 真的看不到它寫什麼 那呢,看看車樓 車頭部分 C&B 中華汽車有限公司 C&K訓練車 T19 有一個殼字 在這裡 車牌 CW7 787 波都沒有 這邊 又是C&B Driver Training Bus C&B 非常之懷舊的字體 噴漆呢 對 這裡可以看到有些 應該是一些標 即是一些 雙標之類 門是一些舊式的截門 四節的 四節的 這些窗呢 就是那些可以開的窗 上面下面這樣 兩筆 這裡 打橫這條就是扶手 來的 中間打橫一條 對,後面的部分 這個位置 這裡的 B字 其實有一點 脫漆的 不過呢 我覺得還可以 可以配合 它 這個外舊的感覺 勉強修復 後面的部分 這裡就是 因為這裡 這個位置是 下樓梯的位置 所以就不能開窗 我不知道它真實的 其實應該也有開窗 但只不過它沒有上窗 下窗 這樣分 沒有氣窗的位置 對 我相信都 很少人搭這輛車 因為失了太久 而且 只可以搭到同款 因為這個是司機分量車 是兩帝半 那巴士 所以沒有負責 我們現在看看 這輛車的情況 沒錯 那呢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為止 稍後呢 會跟大家再介紹回 這個站牌的電影片段 多謝大家收看我 今天的這條影片 也希望大家 繼續留意我的頻道 我會繼續跟大家 開箱這個 71哈利美英產品 多謝大家收看